第1个的话 我们要画这个图形 第1个就是说 我们先画一个矩形 这个矩形的话呢 我们是画多少 70 70 它一个正方形 所以先点左下角 再往右上角拉之后的话 决定它的下一点的位置 所以这边的话 这个等于是00的位置 那下一点的话呢 我们高跟宽都要70 对不对 所以你就给它一个指令 特别重要在这边就给它一个指令 指令是at 相对的位置 在哪里呢 70 逗点 70 有没有 这个是70 70指的是什么呢 我相对于第一点 它的方向 这个方向 跟这个方向 都是70 70 70 这个x轴跟y轴应该有概念 这个x 这个是y 也就是说我往上 先往右 70 往上70 然后呢 就会产生一个这个 矩形 一个正方形 Enter 之后的话呢 那就可以 好 这边按Enter 直接在这个动态上面输入 Enter Enter 之后这个矩形就出来 那如果说今天假如说好的矩形 我如果7点在这里 我要往呢 反方向可不可以呢 比如说我今天往 左下角的话 那你Enter 之后呢 这个小老鼠呢就必须 Enter 如果今天呢是Enter 那因为我是 那因为我是往下 那往 往左的话 往左是负的 所以你这个地方 这些特别是一定要负70 因为我要往这个方向 先x是横向的话 往左就是负的 小老鼠负70 斗点 负70 Enter 这样也可以 就看你的起点在哪里 相对于下一点的位置 所以你要有概念嘛 如果今天呢 我的起点在这里的话 那这也是00嘛 对不对 那相对于这一点的话 就是70 70 所以要加一个小老鼠 相对于 70 70 正值 那如果说今天有倒过来 我要反方向00在这里的话 那这一点的话 当然就是负的 所以是负70 斗点负70 因为它是相对的 所以在前面加一个小老鼠 Enter 大概说明一下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做出这个